全国首座基隆海滨原住民国宅 完工资金已超过22年屋龄 加上潮湿多于气候 许多公共设施包括社区挡堵墙 湖外广场及机会所对后毁坏迹象 随着老年人口逐年增多 居民也希望能够推广友善空间 老人越来越多 而且我们这个算是有五层楼的这个国宅 老人家的一个行动 可能都是我们要值得去考量的 为了解决居民生活公共空间设施问题 原民会26号举办地方建设座谈会 将透过潜瞻计划 易住约2200多万经费 进行社区周边环境改善及维护 包括篮球场修复 聚会所篮杆等处 并要求执行单位举办协调说明会 让租人参与讨论 透过我们的潜瞻基础建设 来改善我们的这个社区的这个 整个公共设施 这是今天主要的一个座谈的目的 附近的停车 还有路口意向 还有整个社区的需求 居住能够加以改善 甚至于我们也希望 把文化的内涵 能够包括在里面 我们正在协调 也批建停车场 所以在这整个的廊带 包括中油的 它的油库 它的仓库这边 我们希望在整体的配合上 能够有完整的停车空间 休息空间 副市长林有发指出 海滨社区领境有多处热门景点 随着人潮涌入 停车问题也是居民所困扰的 基隆市政府表示 海滨社区国宅整体改善工程 预计会在明年五月完工 原市新闻虎树大陆 基隆市采访报导